宿女白天很多事 宿女晚上有心事 幫你搞定 宿女家務事 對孩子想法分明 爸媽可以躺著當 爸爸做事以後 兒子就接到了 事實不義的土地 對這幾個來說 我是最好的小孩 為什麼不是留給我 偽造文書 分得很難想像 她是一百分的女兒喔 我可以嗎 一根冰棍嗎 可以 因為你考試考得好 那弟弟就 爸爸永遠是愛長子的 獎賞有幾個不要碰的地雷 第一名要不要獎賞 會一定的 可是慶祝可以 如果你一直強調那個第一名 孩子最後就會開始說法 你知道嗎 其實我們在教育孩子的時候 其實獎承呢 是一個比較有效的行為 的捏造的方式 那可是呢 其實在這中間 它的尺度是很難拿捏的 因為畢竟每個小孩的個性 不一樣嘛 所以這個獎跟這個懲罰 到底要做到怎麼樣 才會剛剛好 有的時候如果過了 可能會造成很多反作用 所以今天我們就要跟大家 一起來討論一下 爸爸媽媽們 在這個獎承的過程當中 有沒有遇到一些困難的地方 所以為了獎勵孩子呢 來看看這些事情 你是不是有做過呢 譬如說 每個禮拜都會獎賞孩子 很平凡喔 每個禮拜都有嘛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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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都要半年期 那麼久 再來是如果小孩表現差的話呢 為了安慰跟鼓勵他 還是會準備獎品喔 加油喔 對 還是比較正面的 對 然後再來是 如果哥哥表現得好的話呢 就會當然有這個獎勵 對 但是又擔心弟弟在旁邊 覺得說 怎麼只有哥哥有 所以也會幫弟弟準備一份喔 我覺得這三個很容易啊 對 這三個狀況 大家應該都有發生過吧 我都有耶 其實從我的小孩 從幼稚園開始上學 老師就會給他們貼貼紙啊 就是表現好 就有一個貼紙可能 你點對不對 對 幾張貼紙就會有獎勵 那我們也是 每個禮拜就結帳一次 然後 結帳 對 就是每個禮拜 妳確定妳的兒子沒有把 點數自己拿回家自己貼 沒有 我們貼紙是不一樣的 跟老師不一樣 那點數可以換什麼 沒有 就是像男生就會 喜歡什麼小汽車啊 但不是很貴的就是菜市場 大概五十塊 二十塊買到那一種 那女生就是綁頭髮的飾品 對 有些時候她比方說 她想要一個什麼圖案的 那個綁頭髮的 她就會跟我講 然後我說那妳要表現好 媽媽覺得OK才會買給妳 那後來我發覺 因為我們家幾乎都是哥哥少拿 然後她就會跟妹妹講說 妹妹 我跟妳講 妳不要每次都買綁頭髮 對 我跟妳說 三頭龍 很好玩耶 有孫妹妹買她想要的 對 然後我女兒就說 什麼叫三頭龍 有三個頭的那個龍啊 妳跟媽媽講說要買三頭龍 然後我女兒來跟我講的時候 我想 妳怎麼突然要三頭龍 綁在頭上是什麼 不是哥哥說要三頭龍 好乖喔 然後我就覺得不行 妳會用這樣子的話 就會去誤導妹妹 後來我開始就不這麼做 我就知道說 即便是她今天表現不好 我給她們小禮物的時候 我要用 第一次斷烤 就是烤得普普通通 然後我們就說 那第二次大家要加油 如果烤好 我們就去吃披薩 大家就很開心啊 但是成績單發下來的時候 妹妹就不敢拿出來 然後我就問妹妹 我說妹妹怎麼了 後來妹妹就 不講話不講話 就躲到房間哭了 那我一定是先問這個啊 我就抱她 後來我女兒就說 媽媽我這次沒有烤好 我說是哪一顆 為什麼 然後她就告訴我是什麼什麼 我就說那妳知道 是哪邊出問題嗎 她知道 那她說得出來哪裡出問題 OK 好 那我了解 我奇怪了 哥哥為什麼一直要我看成績的 對啊 她那一次考得特別好 很好啊 因為你知道嗎 學校都有這個 你小心點你要學起來 好棒棒哥哥 不是 不要被孩子陰了 你知道第二次考試 跟第一次考試 如果你是全班進步最高的 會有一個進步獎 她就得了 那也很好啊 因為第一次失常 第二次恢復正常 補那個落差 就叫做進步第一名 就是有蹊蹺 對 還陰我 然後我就說奇怪 我覺得你哥哥 腦筋動超快的 對啊 而且你怎麼可以質疑 他沒有考第一名的可能性 他說媽媽不是很聰明 對 就是因為我不聰明 他怎麼可能那麼聰明 他不是土地可白 他聰明了 他貼雙面膠膠帶 那我就覺得 那個第一名上面 那一塊是怎麼回事 然後我就說 拿來我媽媽看一下 媽媽看一下 他就是跟我說 媽媽那我們今天 除了吃披薩還有什麼小禮物 我就一直覺得不對 他一直叫我 要後續的東西 要御蓋名章 我說來 這麼優秀 媽媽看一下 媽媽都沒有拿過第一名 媽媽好好拿一下 這個第一名獎狀 後來我就看他半天 我就說 怎麼有修改過的獎狀 他說 獎狀破了 它要補起來 我說是破了嗎 我看不出破了 然後我就很小心地 把那個雙面膠撕起來 我就看到進步兩個字 當然那個時候也是生氣 可是我就告訴小孩 我說你說謊我就不給你 但是我是看在進步兩個字 我把獎品給你 但是你要記住 下次再犯這種事 你不但沒有獎品 你會被你爸爸狠狠吃 沒錯 沒有嚴重吧 偽造文書的部分 對啊 所以杜立你也是有那個 對 對 你可以成這樣 杜菇 我是杜菇是不是 你們不要這樣欺負我們 外國人號碼 因為以前可能就是所謂的 拳打出孝子 對不對 有賞 必有保 然後可是現在是 這些小朋友就是完全就 對 沒有在打 沒有在打 然後所以變成說你 不打你會被告 他們老師都有教他們 打那個 就是醫生 對 對 然後每當到暑假 或者是放假的時候 我們會定一個所謂的 假期生命條約 生命 對 生命條約 這麼嚴重 真的 比如說早飯吃完之後 你要去閱讀一本書 課外讀 隨便你 只要你看得懂的 因為這個會增進你的知識 看完之後 是誰寫的 對 然後再來 因為我們做這些事情 在生命中 它會產生什麼樣的原因 是 對不對 然後 這個很棒耶 對 那如果說哥哥做得很好 弟也沒有做到 你會給弟獎品嗎 對 這是一個 非常好的一個問題 每次哥哥放學回家 因為他都是坐前座 他一上車 然後弟弟還沒進來 他就 哥哥就 弟弟今天在科後輔導 然後搗亂什麼之類的 他說 怎麼會這樣 那你呢 我今天考九十幾分 你的意思就是弟弟差 然後你好 他很優秀 而且一上車就先 打小報告 對 當然 然後弟弟一進來就是 就低頭 然後就坐著 然後我 然後我也看 這個也太失落了吧 對 然後哥哥又一直 啪啦啪啦 然後講他多強 對 然後我又看弟弟 然後弟弟 好可憐 這個 這個怎麼 送電行怎麼是 沒有幫到忙的 那我就問說 那弟弟在鬧什麼 他說課後輔導的時候 他就是大吵大鬧 然後不讓同學上課這樣 對 我說 那你是他的誰 哥哥 你沒有制止他 是弟弟他自己要吵 那你是他哥哥 那你為什麼沒有教他說 不可以這樣 不要這樣 我們現在在丟 是丟爸爸的臉 跟丟我的臉 你怎麼可以這樣毀滅我們家 對 我們家用字潛詞都非常的承重 那是 非常的用力 所以是不是又要法院見 然後 然後這個時候 哥哥就不在那麼驕傲了 對 哥哥就 他突然發現 爸爸的風向不是往那裡去 然後他就開始安靜說 那我可以買一根冰棍嗎 我說你 可以 因為你考試考得好 對 那弟弟就 他就蹦出這句話 我說 你們家很會演八點檔 這樣不行 就馬上就會收到 團證信行 對 然後我就說 弟弟 那你有什麼可以加分 那你講 好可愛 他講我 考三分 考三分 你也不能給他獎勵 這真的很難 真的 那老師講的話 你有沒有在聽 有 那你怎麼會考這樣的分數 他出很難 對不對 好 那沒有關係 那你如果以後有努力 有上進心 上進心是非常重要的 對 你如果是辦得到 那待會兒 哥哥先吃完 那我再 再拿一個比較小的冰棍給他 所以他也有 只是比較小隻 對 他也有 然後但是你還是得要 在後面支援他 然後比較會偏向於 來 我們今天來討論 今天晚上 就是今天所發生的事情 那怎麼辦 對 弟弟 那你覺得這樣大 你讓其他學生 都沒有辦法上課 對 所以你是用比較 溝通的方式去談論 這些人去繳了學費 他們因為你吵鬧 他們不能上課 那他們繳學費幹嘛 他們父母親那麼努力的幹嘛 對 那我又幹嘛 我教了一個孩子 然後讓他們不能上課 那我是不是更慘 對 那你如果有一天當爸爸 你會有這樣的兒子之後 你會怎麼辦 對 我會教他在耶穌前面罰站 好好 那你就去耶穌前面罰站 我說哥哥你一起過來 因為你沒有 因為你沒有跟你弟弟講 因為你們是同一派的 我覺得你看喔 他們兩位分享的這個故事啊 同樣的一組爸媽 對 生出來的孩子 個性就是截然不同 所以你說這個賞罰拿的 就是一概而論 對啊 這要依照每個小孩的個性 但我很想問黃醫師 剛剛我們那三個獎賞 看起來都是沒有問題的啊 但是他會對小孩造成什麼影響嗎 歡迎大家來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解決你所有的家務事 跟上潮流社會事 滿足你想知道的八卦事 還有時尚這檔事 趕快按下訂閱頻道 加上小鈴鐺 俗女家務事 趕快來訂閱